持续进入冬季 鲜红玉滴的草莓季也开跑了 以往想到草莓 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苗栗大胡 不过其实在大理区也有农友 因为自己的女儿爱吃草莓 便开始种起无毒草莓 还采用生物防治种植 希望让家人跟朋友都可以吃得健康 后来呢渐渐闯出名号 种植的面积也逐渐扩大 透过镜头来看看林静良的无毒草莓园 强攻冬季红色甜蜜商机 吃草莓不用到苗栗大胡去 在大理也可以品尝到酸酸甜甜的美味 鲜红飞妹的果实让人垂鲜三尺 持续进入冬季也宣告草莓季正式开跑 打破以往草莓和苗栗大胡的连接印象 在大理也有农友种起无毒草莓 一开始就是种 种在菜园那边 是为了给小孩子吃 对 然后后来就是种了之后 发现很多朋友来有没有 然后发现不够他们吃 然后不够小孩子吃 然后大家说你为什么不多种一点 所以就想说好吧 那就 把它拧下去 所以就想说四两栋草莓 看看生出来的量 哦不OK啊 因为两位宝贝女儿爱吃草莓 才开启林建良种植草莓的念头 有感于食安意识逐渐抬头 希望让家人吃得健康安心 林建良开始采用生物防治方式栽种 走上无毒之路 从一开始尝试的心态 到现在渐渐闯出名号 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现在一百平的往事 许多熟客也都是慕名而来 也让他的草莓园常常是供不应求 销路哦 主要是我就是现场有我们是有多少货就出多少货啦 所以因为以这样子的足述来讲的话就是 目前后面大概还欠 还欠人家四五十盒 所以销路方面是没有问题 目前应该最大的困难是气候啦温度啦 因为我们没有做防控 所以都是靠大气的温度自然去运作嘛 所以唯一的困难应该就是气候 林建良种植的苹果草莓 具有香醇的果香气味 吃起来酸中带甜 他也表示 他的草莓园不开放给民众才过 是希望能够做好品质的维护管理 让消费者了解生产者的理念 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都是有安全保障的 记者赖秋风 陈昭安 台中采访报道